你見到新能源就是 所以我們為什麼經常講股價 就是這件事不是只講指洩位、目標 講那麼多基本因素 你如果消化到 你明知道為什麼體探水賴股的道理 因為他們要買泰文房貨幣 你現在說因為這個碳交易市場 撞到他們終於肯去做買新能源的東西 廣州本身有很多錢的 他買新能源的東西對他們來說衝擊有那麼大 變相地就可以做到一個雙贏局面 所以它的股價也會升上去 如果你說從他買了新能源的消息出來 那只41、42左右 你追了 現在可以放下指要 中長線部署 但問題全都遲了 你看圖表上 你第一支吃不到 沒有人是春光鴨 五大棍 第一支是春光鴨 五支羊竹裡面有四支是大羊竹 你第一支吃不到 但是撕了三支 這樣的情況去追 就跟新能源的古道理一樣 從它鑄馬控制做分鑄給納 我們不建議一窩蜂 其實你想想 這一刻它為何升上去都是力圍繞著碳中和 所以千萬在想碳中和那樣東西 不要只想著綠色 環保就一定是碳中和 整件事就是整個氣候變化等等 只要他們逼到 他們做到市場願意去做的事 就是他們加大新能源佔地 現在沒有人做水泥 可能在減少了碳排放上面 買少了高塔 最重要就是它做了其他水泥公司都要跟著做 那接著那些小的水泥廠不行了 還有現在說內地開始水泥旺貴 你看到水泥價格也都標升了上去 所以幾樣東西包買了 天時地利人 現在最主要加賣 所以說我想是50元以上的 但是這些位置買就 你看50元又不是很多水位 你預分三注再去買 48元一注 44元一注 最壞的情況是40元再購貨 不期望40元一注買 其實你正在說 但是你預分三注再去買 譬如海螺水泥和中國建材 你又會怎樣比較 中國建材是進取一些 但問題又是升得更加多 我覺得當你慢了的時候 因為你一定是從長線角度去考慮 你穩健一點 海螺水泥首說 要不就是如果你想升得沒那麼多 就滑潤水泥 所以你說如果真的一注 硬去追 我就會選華螺水泥 因為問題是升幅比較慢 8.5元這些位置買就看10元 以為大約是7元做紫舌位 但問題是這一刻定止紫舌位一定是遠的 當然9.14元就不止50元了 如果說華螺水泥看10元的位置 我開個圖給你看 就看60元左右的水平 所以其實你做長線部署的話 我覺得就不是太建議一獨孤一味 當然你又要分住又要分散 是難一點的 但如果你是一注過我之人的話 可能簡直是華螺水泥 純粹薄落後 但落後通常有原因 現在問題是水泥價格 升得比較急的那些 可能在西部地區 升得比較多 所以我看到2233的西部水泥 近期升得更加急 是 但是我想 不會只有西部地區的水泥性 在華南 華東那些地方 不會差得去哪裡 所以我覺得1313 如果你硬硬拒絕 純粹的走勢比較落後 或者福海面也有說 會不會是安徽海諾水泥 安徽海諾水泥的大優勢 我會看的是 它有一個很強的資產負債表 它有一個很強的資產負債表 但是3323就純粹是說 它向來比較進取 當水泥價格升上來的時候 它會比較大的敏感度 但問題是慢了 我們覺得慢了的時候 就還原基本步 就是從基本因素上去出發 論基本面上 我覺得914真的比3323好 好 大家可以寫下 好 可能就是 多久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